大家好 我是谢老师 然后就是刚刚大家已经申请好了这个Google的Gmail 那申请好了之后我们这边就来讲到说这个Gmail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将这个新件发送给我们这个朋友 那一样我们在这个Gmail这边点选进去 登录到我们的这个Gmail账号 那切记我们这边账号就是刚刚所申请的这个账号和这个密码 那我们打入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登录 登录了之后然后它就开始在跑了 那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这边左列这边有很多个选项 那其中一个就是邮件 邮件就是说这个大家寄过来给我收的信都会在这里面 那你看我这边点选邮件的时候就看到大家这个Google加小组传过来给我的这个Mail 那这个通讯录的部分通讯录就是我们可以去新增我们的这个联络人 我们可以去新增我们联络人那我们还可以把他用这个汇入的方式 汇入的方式来做一个新增这都可以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Yahoo的账户把它汇出之后再把它汇入到我们的这个Gmail里面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先来尝试一下怎么新增联络人 那就是在这边点选一个新增联络人 那假设说这个老师先新增这个数位科技推广协会 输入这个是他名字的地方输入这个数位科技推广协会 假设说他有照片假设说他有照片我们点选这个照片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这个选择选择来传送他的这个照片 那老师这边有这个数位科技推广协会的照片 那我就将他的照片把它登录在上面 那如果您这边没有的话也没关系 没关系就是说如果说他这边有搜寻到Google这边有搜寻到的话 他一样就是说会把它进行一个登录 不好意思老师这边已经把它删掉了 那没关系那我们继续下一个动作 下一个动作这边有看到这个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的部分的话我就是输入他的电子邮件 dbta95gmail.com 这个就是他的电子邮件 那电话地址这个可输入可不输入啦 这个因为毕竟这些都是他人的个人隐私 你可以输入那也可以不用输入 那这部分的话取决于个人的这个喜好就可以了 那这边有群组 有看到这边有群组 那我点选这个群组下去我可以去建立我的群组 那因为这个数位科技是老师的这个公司地点 所以这个公司服务单位 所以老师就把它输入这个公司 公司 那打上公司之后他这边有一个建立新群组 那我就是用滑鼠点选这个 那大家有看到左边这边 有没有看到他搜寻到这个数位科技推广协会的这个mail 因为他有注册在这个google上面 然后有上传他的照片 他就会自动去做一个搜寻 之后就显示出来 那有看到老师这边的联络人这边 就是出现了一个公司 公司的群组 那点选下去 有没有看到就有一个数位科技推广协会 dpta95 at gmail.com 这个部分 那接下来这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就是像一般 这个工作表就是像我们这个在标签 算是一个这个工作工作签单 就是提醒您 提醒您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 我们可以打在这个工作表上面 例如说我们这边的动作 例如说明天明天下午 有会议 明天下午有会议 之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点选一个日期 大家有看到 之后我们这边返回清单这边 之后我们这边 明天下午有会议这边 稍等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之后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箭头 这边我们点选下去 会有一个这个时间的部分 那我们时间的话可以来选定 今天就以今天来讲的话 今天是4号11月4号 更正今天是11月11号 那我是点选明天下午有会议的话 就是点选这个11月12号 然后我可以输入地址 然后我可以输入地址 假设是在这个北区学士路255号 这边那我这边输入进去之后 一致清单 那我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Calvin 那我这边 他就已经做一个新生进去了 那我们在这工作表的话 他会进行一个提醒的动作 他会进行一个提醒的动作 那输入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叉叉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寄我们的这个mail呢 您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通讯路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再点选这个邮件回去 在这边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 左边这一栏有一个这个撰写邮件 那我们就点选撰写邮件进去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收件者 收件者的话 请务必一定要记得说 要填写他的这个电子账号 他电子电子邮件账号 然后是要全部都填写下去 例如像刚刚的这个数位科技推广协会 你看到我刚刚已经把它新增进去了 新增到我的这个联络人 所以我在打第一个 第一个D的时候 第一个D的时候 他就下面就会跑出来这个选项 因为他已经有记录了 这是他的一个 这个叫做人性化的服务 这是做科技的人性化服务 那我就是点选进去 点选进去之后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小豆点 这个小豆点呢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小豆点 因为就是这收件者 他可以收最多最多 就是我们可以记最多500封的这个信件 Google这个500封的信件 所以说他会用这个逗号来做一个区隔 那我们要怎么输入第二个人的呢 我们就是一样 假设老师再寄给老师自己 然后 有这个 他都有记忆 然后我输入进来这边 然后如果要输入第三个 一样 输入第三个 一样也是 在这边 在这个 COM 点COM后面 加入一个逗号 我就可以新增下去了 那再接下来的话 要跟各位说一下 我们再新增 这个新增密件副本 新增密件副本 就是说我们避免让一些人 让这个不肖业者 就是这个广告商啊 取得您的这个mail账号 然后尽量大量寄送这些广告信 我们可以用这个密件副本 来下去做一个影辟 就是我们在显示的时候 他只会显示 他只会显示您自己的这个mail 就是收信者 收进者 自己的mail 给自己看 他并不会显示 很多全部 你所寄送所有人的 这个 帐号 信箱帐号 那我们就是怎么做呢 一样就是把这边 把它复制下来到这边 复制下来在这个密件副本 这边就可以了 那桌子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是减 我们都是减明二要 就是 大概述说 是要说什么事 例如说今天就是 感谢 感谢各位的支持 电脑班要开进阶课程 我们就是减明二要 因为避免字太多太长的话 会被人家无人为是垃圾信件 那接下来内文的话 通常我们内文就没有这个字数限制 我们要打多少字都可以 多少字都可以 那您可以看到 这边它有一些小小 一些小功能 一些小功能 像这个的话 它就是让你的字体变粗 这个B 那这个I 它就让你字体变斜的 有没有看到 斜的 那这个就是底线 这U就是底线 那您可以看到 我打下去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你的字型 那因为说这个Google里面 这电子信箱里面 它的字型没有特别的多 没有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这个可以不用去 比较可以不用去使用 因为毕竟我们是中文字 中文字体的这个字型 比较跟这个国外的字型不支援 那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大小 就是在这个T这边 T这边 我们可以点选大 还是最大 通常我们点选大 就已经做一个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那我们就是取消 取消这个出题 就是再把它按回来 按回来 这样它就可以了 它又回来了 那我们的颜色呢 颜色一样在这边 这个文字颜色 大家都可以待会 所以练习的时候都可以下去 不用点它 只要把这个滑鼠的仪标 移向它这边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这个 它显示这是什么功能 像这个就文字颜色 那我就点选下去 那假设说我不想要黑色 我想要蓝色 蓝色 它就变蓝色了 那像这个它就是标明颜色 标明颜色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它的底 在它底 这个文字的底 这边它有一个底色 意思是这样子的 那我这边的话 尽量尽量这个标明文字 如果说您对这个色彩学 比较了解的话 再来去操作 因为说有些文字的部分 它的色彩如果说 不是互补色的话会变得很不明显 例如就是说黑色和白色 它就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那像其他颜色 可能就是像刚才老师的字是蓝色 刚才老师的字是蓝色 所以我这边的话 它的互补色是黄色 那我就是点选一个黄色 它一样也是比较明显 那如果说颜色比较不明显的时候 您可以把字体加出 加出它会更明显 这会更明显 那我这边可以加入一个连结 加入一个超连结 这个连结的话 您就是可以输入 您要连结的这个网址 或者是电子信箱 这边都可以 那您所要显示的 例如说 数位科技推广协会 数位科技推广协会 那我们的这个 网址的部分 网址的部分 我们来进行一个搜寻 老师留这个Google Google的这个部落格 网址的部分 就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 然后按确定 就变成了一个数位科技推广协会 然后它就有这个连结 前往连结 有看到 那这样子 假设这个是老师的内文 老师就按这个传送 传送出去 有 已经有收到了 因为说刚才老师自己传给自己 那这个内文是这个 数位科技推广协会 那老师点进去 它也是一样 出现这个 老师刚刚所贴入的这个 部落格的网址 那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到这个既件备份 来看 通常这个既件备份 都是已经确定 说您的这个信件 是正常无误 然后传送出去 它就会变成一个既件备份 它就会储存在这边 那通常如果说这个信件 寄不出去 它是不会有这个既件备份 所以我们可以在左列这边 既件备份 来做一个确认的动作 确认的动作 那如果说怕说 信件怕说寄不出去 或者是有问题 还是说自己想要确认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既件栏这边 在既件栏 收信者这边 收信者这边 再填入自己的这个Gmail账号 填入自己的Gmail账号 确保 确保像一些资料 比较重要的资料 可能会是有一些误会 那以上的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再练习一下 谢谢